华联市长威嘉玄今天前往了民情和民运里的社区福气站 还有关怀据点来关心长辈们的上课情绪 同时他也赠送给每个人一只多功能的手电筒 市长很感谢里长、社区理事长还有志工对长辈的关怀 也提醒老人家 虽然目前疫情趋缓 不过防疫工作还是不可以松懈 大家要注意健康安全 随着国内疫情逐渐趋缓 疫情指挥中心也逐步放宽室内活动空间 花莲市各个福气站也陆续恢复开课 让老同学有相聚的场所和同侪相互交流空间 市长威嘉玄22号上午前往了民情福气站 还有民运社区关怀据点 向老人家们请安问好 那我们今天到了几个地点 我们的福气站或长者据点来做关心 那特别的感谢我们非常多位的理长跟理事长 在照顾老人家这个部分非常用心 那我也要特别谢谢我们长期以来 对于社区关怀的我们理事长 还有社区的志工还有理长 那不论是出钱出力 那争取预算 那也不断地来照顾我们身边周遭的 不只是老人家而已 还有独居长者 那今天也要谢谢理长跟理事长 过去对防疫的一个贡献 那我们过去都会三级来慰问长辈 那这次虽然疫情期间没办法来关心他们 但是疫情稍微趋缓之后 那我们也准备了一个贴心的一个手电筒 那也希望能够保护长者的安全 那我们也是在会场里面也宣导给所有长辈 如果家中有需要的部分 我们食物银行都可以提供给大家 一些能够及时应急的物资 那也请大家不要客气 民情福气站的长辈们正在做手工艺作品 看到市长到来大家都很开心 而民运里关怀据点的志工们 正在料理长辈们的午餐 市长也拿起锅铲帮忙煮菜 让里长和志工们直呼 市长真是心好男人 而市长威家贤也一一制正多功能手电筒 给每一位长辈 并且叮咛大家 天气变冷天色昏暗 出门善悟运动要多加保暖 也要注意安全 同时还是要持续做好防疫工作 戴口罩勤洗手 确保大家健康平安 介入一会幻市报道